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 今天1月24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 本拿比在接近鐵道陣的一條街道 昨晚發生槍擊事件 一人當場失望 本拿比王家騎警指 在星期二晚上大約10時30時 警示威甲登比路附近發生槍擊事件 事發地點位近一間越南牛肉粉店 和重慶樓一手火鍋店 警方指當他們到達時 在現場發現一名受嚴重槍傷的男子 經警方和急救人員努力搶救後 該男子在現場被宣布死亡 週三清晨 整合空岸調查組 港府鐵道陣附近的現場展開調查 現場的影片顯示 一格藍色Jaguar SUV上有多個彈孔 包括司機門和車窗 警方架起用來保護現場的白色帳篷 兩側有大批警察駐守 奇警表示他們相信槍擊事件有針對性 民眾不會面臨進一步的風險 華人餐館經理今天接受本部訪問時表示 當時餐廳正在營業 他們在店內突然聽到有槍聲 華人經理當時表示 他在店內都聽得很清楚 因為槍聲非常大 一開始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以為在臨近農曆新年 有人放炮獎慶祝 隨後有店員見到其中一家庭 在店門外的車輛上有彈孔 才知道發生槍擊案 該店昨晚也因為事故提早關門 不過經理表示 今天仍然會照常營業 但就會更留意區內的治安情況 警方呼籲任何有關於槍擊事件訊息的人 或者任何在昨晚9點到11點之間 在該地區有行車記錄而錄影的人 請致電1-877-557-4448 聯絡iHIT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襲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襲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只有優惠 花其心還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補讓銀的燕窩棧系列 還有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產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就岸山巴士工潮 卑斯省府今天公布指派雷迪擔任特別調解員 雷迪將可以對解決勞資雙方爭議作出建議 該建議也會對省民公開 雷迪在未接派省府特別調解員之前 已經是缺4500工會和岸山巴士公司談判的調解員 由明天開始 雷迪將會在最多6日時間內 與雙方討論、尋求解決方案 省府說在6日特別調解期結束後 如果勞資雙方仍未能獲一致協議 那麼雷迪就可以在2月2日公布希望雙方能接受的合約建議 公會或者資方有5天的時間可以決定是否接納其建議 公會發現人奧尼爾今日表示會繼續與雷迪合作 但強調要達成協議 岸山和混亂將需要顯示出一些願意找到共識的意願 指他們在過去調解中的行為令公會持懷疑態度 奧尼爾又指如果2月3日凌晨12點01分 雙方未能達成臨時協議 公會成員將會停止提供服務 為期72小時 如果勞工關係局批准行動升級 其罷工將會升級至關閉所有巴士、海上巴士 及所有駕空列車服務3日 勞工關係局已安排在今日、明日及下星期一進行聆訊 將會決定是否允許Cube 4500工會成員 擴大他們的九刷線至駕空列車站 W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產The Winning Team 是大賓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Winny Lamb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ggersa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同時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比斯省首席法醫拉波恩特今天公布 2023年省內因濫藥死亡的人數達2511人 是史上最多 它直指2023年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有更多的人死亡 幾乎每天有7個 每天整個卑斯省都有法醫要進入社區 並收回死者的遺體 它說我們可以選擇採取措施拯救生命 或者繼續默默地數死者的數字 它譴責毒品非營事化和毒品安全供應等措施 已經被政治化 拉波恩特去年底宣布退休 今天的新聞發布會 將會是它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被斯省在2016年4月起因吸毒過量 而頒布公共衛生緊急令 最新的數字顯示 至今已有14000人因而死亡 拉波恩特指 對於未能影響必要的變革 去減低毒品對本省各處數千名家庭成員 朋友及同事所造成的悲痛影響 令他深感遺憾 拉波恩特表示 除非省府採取大膽而有效的行動 而不是再出對人們的生活實際上毫無實質影響的公告 否則下一任首席法醫 將會在2024年底再次站在港台上 宣布另一個本可避免的創新高的死亡人數 北美自留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治療、外治、混合治、鋼瘤、鋼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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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創痴人陳國義院長的國義肝腸療法 運用微痙、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 聯邦政府成立的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今天宣布 將會調查印度在加拿大過去兩屆大選裡干預選舉的情況 並且已經要求聯邦政府提供相關的文件 雖然委員會成立時大家集中討論中國干預的問題 但委員會去年公布調查範圍時 表示會包括評估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 對2019年和2021年聯邦選舉的干預 聲明說 委員會打算調查印度 在上述兩次聯邦大選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委員會定於下星期一展開初步的聆訊 探討向公眾披露國家安全機密資料 涉及到的挑戰和限制 委員會會定於5月3日提交中期報告 年底提交最終報告 溫哥華明天1月25日 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有雨 氣溫最高9度 晚間有趙雨 氣溫最低8度 就是一隻火雞昨天終於被人捉了 不過與其說捉了 不如說是救了 因為這隻火雞經常出現在士加寶馬路上 司機會怕撞到他 往往要左閃右鼻 對他、對司機來說都不安全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火雞不是被人捉了去吃 他是被多人多野生動物中心的人救了 和他做Body Check 錯步顯示他的健康沒有問題 遲下便會被安排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生 火雞被救前 經常在401公路 隔Warden Avenue一帶出現 本來居民都不想打擾他 但他周圍刀 有時刀一下車 有時又刀一下槍 總之搞到到處粒粒亂 到處都是他的腳印 這還不止 由於他經常在馬路中間徘徊 多次駕駛被汽車撞到 危害居民和他自己的安全 續續兩個月 甚麼解救這隻火雞 哪裏都不去 只要留在士加寶 有人相信 可能是有些愛護動物的好心人 從車上向他拋位食物 火雞見找到食 豈不捨得走 過去野生動物中心的工作人員和居民 多次嘗試拯救這隻大火雞 但因為他四處走 居無定所 所以一直未成功 晚上要捉他就更難 因為他會爬樹 還於在昨天早上 他被發現走了上一部小型開篷貨車上 野生動物中心的人和警察 一起合力救了他 老婆和媽媽一起下水 你會先救誰 這個遊戲式問題已經落誤 不要再問 現在是問 你看到那個人快要死 你會先拿手機拍下來 還是先救人呢 安省倫敦市的34歲男子波洛克 去年他闖入溫沙士一間醫院的安寧死病房 故意和一個快要離世的病人玩自拍 真是離譜到死人都要搞 結果現在他被控刑事騷擾罪 面臨最高刑罰的兩年監禁 他也算是醫錯在法庭上認罪 這麼離譜的玩法被揭發出來 是因為波洛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這張照片 當時他自己面帶微笑 和在安寧死病房的患者安德烈勒自拍 當時勒路已經躺在床上 沒有了知覺 身上連接著醫療生命監控設備 而勒路的家人之後就發現了這件事 波洛克是為什麼和怎樣去到溫沙 而且進去安德烈居住的安寧死病房 到現在仍然如此迷 他不認識安德烈 而在玩完自拍之後 波洛克還像中國武俠小說的記簡流刀一樣 放下了一束鮮花和一張卡片 而安德烈被他玩完自拍後幾個禮拜 亦與世長辭 安省法官霍印布洛爾昨天下令 在舉行量刑工聽會前 要準備一份關於波洛克的判決前報告 助理檢測官霍姆斯 昨天在波洛克認罪後告訴法庭 這件事是引起極大的恐懼和擔憂 安德烈的成年女兒布利特勒魯被嚇壞了 布利特說因為這件事 他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病情非常嚴重 嚴重都忘記自己的生日 不過在這件事上揭出了 布利特和波洛克原來早有過節 布利特和波洛克在社交媒體 一個叫做驕傲活動中彼此意見不同 布利特支持但波洛克反對 在自拍事件發生之前 當地電視台曾報道 布利特安排在安德烈所住的醫院舉行婚禮 令到安德烈可以出席的消息 估計波洛克就是因為這樣而知道安德烈住在哪間醫院 於是走去玩自拍 布利特說這件事令到他很擔心自己的安全 但是他也決定繼續發聲支持驕傲社區 他說我很害怕 但是我一定要堅強起來 我不想被那些年輕人感到害怕 波洛克的律師就告訴法官 辯方同意控方宣讀的事實 但是波洛克絕對是沒有借參加驕傲集會和活動 來恐嚇或者騷擾 這絕對不是他參加這些集會的目的 說五三零又主觀地說一句 有什麼姻緣情仇都好 一人做事一人當 搞人定家人 而且還是一個快要去世的老人家 那無論如何都趕不過去 好多人喜歡光顧大公司 覺得大公司設備齊服務好 如果不是又怎會成為大公司呢 不過大家不要相信這些公司 尤其是在加拿大 但記住有句話叫做店大就欺客 大公司經常都會欺負小股客 好像多倫多的胡女士 他被安省最大的煤氣公司 無端收多了他三年的熱水爐租金 發覺之後去追究 被對方說波踢來踢去 等到他們踢不成功 回頭說胡女士 你為什麼不早點發現問題呢 胡女士說 他在2015年買了一間獨立屋 屋裏面的熱水爐也是接著上手業主 雖然他沒有跟那間熱水爐出租公司 reliance簽署過任何租約 但胡女士還是好像以前的業主一樣 每個月給21.79的租金 因為熱水爐的租金 當時是跟煤氣的賬單合拼在一起 在頭一兩個月 胡女士看過了賬單之後 就再沒有仔細的每一次都看 直到今年一月 因為煤氣公司和reliance要分擔收錢 reliance就不斷向胡女士發出電子後件 所以他快點要給熱水爐租金 起初胡女士以為是騙人的 所以他沒有理 直到對方說如果你再不交 我們就要向信用公司拒報 這樣就會影響你的信用紀錄 這個時候胡女士才重視起這件事 他打開賬單看看 發現分擔收錢之後 沒有reliance這個租勞費 但煤氣公司的賬單上 竟然是有另外一間熱水爐公司 那間叫做entercare 這間公司由2020年開始收他租 即是說他家裡一個熱水爐 由2020年起 就一直被兩間熱水爐公司收租 收足34個月 胡女士說他足足給多了1100元 他說reliance公司 是由我買屋的時候開始 就在煤氣單上面 他們應該是合法收租的 而那間entercare 就是半路殺出來的 他怎樣插進來呢 enbridge公司有沒有進行審核 他這樣就同意代他收我錢的 胡女士打電話去enbridge煤氣公司 對方就說你問reliance或者entercare 兩間公司的答覆都一樣 就是本公司與貴客來之前沒有合約 不要緊 我們現在簽一個合約就可以了 胡女士說簽約簽約 我跟誰簽呢 難道我一間屋簽兩個熱水爐嗎 胡女士打電話給安省消費者服務廳 對方說這些商業糾紛 請胡女士自己去找律師解決 於是他去找聯邦政府的相關部門 終於他拿到一個可以提供法律意見的 法律顧問熱線電話 對方教了胡女士怎樣找煤氣公司解決這個問題 達到法律意見出來 煤氣公司先死死地氣 將這件事假定為是一個糾紛 向reliance公司和entercare公司同時去信 要這兩方各自舉證 說明自己一方才是有資格向胡女士收取租金 煤氣公司說 這大概要等15至60天才會有結果 不知要等多久 而那間entercare公司現在還繼續收緊我錢 胡女士現在想確定一下 那間entercare公司是否收錯錢 如果是的話 是否應該如數退還多收了1100元 煤氣公司現在說我 為何你不早些發現問題 我跟他們說 我就是因為太過信你們 才沒有仔細地看張張彈 是你們把關不掩 為何你還要怪我回頭 我怎會想到你們會有這樣的疏漏呢 andercare公司還向胡女士說 過去的記錄最多只有兩年 就算追到最多追兩年 不是追三十四個月 胡女士說 事情發生之後 煤氣公司沒有積極配合 但是就推卸責任 搞到我不停地跟煤氣公司 和另外兩間熱水爐公司相討 被他們好像踢球一樣 踢來踢去 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搞了整個星期都沒有明確方向 幸好找到法律援助才有初步結果 你說是否擺明欺負我們這些弱者 聽完胡女士的經歷 先不要管誰是否正確 大家快點看看 你家裡的煤氣廢單 會不會又是一個熱水爐 就被人收兩個租 黎智英案續審 恐慌圍繞《蘋果日報》英文版提問 恐慌展示 黎智英曾在WhatsApp群組織 向助手Mark Simon稱 希望找到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 訂閱《蘋果英文版》 張劍紅在庭上補充 黎智英曾吩咐 Mark Simon找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 副總統彭斯 和國務卿蓬佩奧訂閱《蘋果英文版》 希望對《蘋果日報》提供到最大的政治保護 但計劃不成功 因為他們是政要 他們的副款紀錄不可留在我們網站 張劍紅也解釋 《蘋果英文版》裁篇方針 指黎智英曾稱 不需要考慮向外國讀者展示 平衡不同顏色的觀點 只需要集中報導黃營的觀點 法官李韻騰問 有關方針是否同樣適用於《蘋果》中文版 張劍紅回應指 《英文版》更加極端很多 《蘋果》中文版新聞較多樣 不一定傳為負面 張劍紅也指 當時正值新冠疫情 黎智英認為 疫情令到外國覺得 中國這個政權是很多問題 希望作造中國共產黨打壓人權 隱瞞沒有誠信的形象給外國讀者 想給美國多些理由 去對中國做一些敵對行動 黎智英曾提出 對《蘋果英文版》的期望 稱希望令到蘋果走向美國讀者 希望美國人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的槓桿 法官李韻騰問及槓桿的意思 張劍紅稱 意指影響美國的民意 從而對美國政治產生作用 做一些敵對行動可以幫到香港 和保護到蘋果日報 使用程座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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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新闻在此结束 多谢收看 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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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